今天是空主短信 教育館是隆基伴著作控台電 先來看見教育館的報分 教育館作控台電 最好在新港文昌國修基行 由管長電話館擔任正現過 過程依照傳統國內進行這次 電話館開後共調 就由作控台電 可各界中心交友 這場作控台電在高粗鹽 高粽鹽 高三鹽之後 由新港國中核心擔任二生 文昌國修學生擔任一生、月生 醫生進行、迎神、上香、電伯爵 行出献禮、公讀注文、分献禮、中献禮 送神等鼓禮 最好由正現過中華公文行 稍作博的網寮儀式 可領中中嚴的資點完完就沒有 我們也一樣有一隻手雜的 代表豬牛養的拔智慧毛 那我們現在用筆放在上面 代表智慧毛 這小朋友 育成之後 一定都會聰明、健康、長大 最重要 教育的基礎還要有一個 所謂的 道德的學習 這是我們常常 我們經常在強調的 我們的孩子要懂得感恩 懂得喜福 懂得自信 這樣我們教育的孩子 就一定會出頭天 今年是空主 2567年9年旦行 關乎孫傳統禮教 在文庄國修 發揚專屬重度的精神 在民國七十年 嘉義館七分隔一後 嘉義館 宮廟的貴室嘉義市 只存下 新港鄉文庄國修 還有學生 空主的生意 因此 文庄國修是專台 唯一在校船內地 有宮廟的修學 相信空養 黃新鴻香 蔡英文博德